昨天黑色星期二 法国铁路员工大罢工 今天持续开战 直到6月28日才停止 三个多月的罢工行动 是要抗议政府的改革计划 每五天就罢工两天 今天每七班高速列车 只有一班运行 也只有五分之一的区间列车 维持运作 往西班牙、意大利和瑞士的车班 全部停摆 法国总理菲利普在昨天承认 间歇式的罢工是对乘客困扰 最大的罢工方式 每天450万的乘客将受到影响 这场罢工估计 每天造成的损失 约为1000万至2000万欧元 发起罢工的工会声称 要瘫痪全国交通网络 巴黎市区以及周边区域 塞车塞到爆 上下班尖峰时间 车阵长达370公里 这场罢工造成庞大塞车潮 令民众心情复杂 既同情国家铁路员工 又对通勤不便感到挫折 罢工抗议不仅对人民造成影响 也是一场对铁路员工 以及法国总统马克宏的考验 预计未来数日 法国铁路交通将持续陷入困境 即将面对一段艰难时期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玉山整理报道